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二章 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二章 如月节前六天,耶稣来到白达尼,就是耶稣从死者中换起拉萨陆的地方。 有人在那里为他摆切了晚宴,马尔大侍后,以拉杂陆也是和耶稣一起座植的一位。 那时,马利亚拿鸟一斤极珍贵的唇拿尔多香液,敷没了耶稣的脚,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,屋里面充满了香液的气味。 那要赴卖耶稣的伊斯加略尤达斯,即他的一个门徒,便说, 为什么不把这香液去卖三百块德纳,施舍给穷人呢? 他说这话,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,只因为他是个贼,掌管钱囊,常偷取其中所存放的。 耶稣就说,由他罢,这愿是他为我安葬之日而保存的。 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,至于我,你们却不常有。 有许多犹太人听说耶稣在哪里,就来了,不但是为耶稣,也是为看他从死者中所换起的拉习禄。 为此,施祭长已决连拉习禄也要杀掉。 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鸟拉习禄的缘故,离开他们,而信从鸟耶稣。 第二天,来过之的群众,听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。 便拿鸟中女之,出去迎接他,喊说。 何三纳,恩上主之名而来的,以色列的君王,应受赞众。 耶稣找了一匹小牢,就骑上去,正如经上所记载的。 希雍女子,不要害怕!看,你的君王骑着牢驱来了。 喜初他的门徒也没有明白这些事,然而,当耶稣受光荣以后,他们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而记载的。 为此,他们就这样对他做了。 当耶稣叫拉习禄从坟墓中出来,由死者中换起他时,那时同他在一起的众人,都为所见的作证。 因此,有一群人去迎接他,因为他们听说他行了这个神迹。 于是法利赛人便彼此说,看,你门一无所成。朝,全世界都跟他去了。 在那些上来过节,崇拜天主的人中,有些希腊人。 他们来到加利利亚贝特赛人斐利伯前,请求他说, 先生,我们愿拜见耶稣。 斐利伯就去告诉安德纳,然后安德纳和斐利伯便来告诉耶稣。 耶稣开口向他们说,人只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。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,一粒墨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,仍只是一粒。 如果死了,才结出许多只粒来。 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。 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。 谁若侍奉我,就当跟随我。 如此,我在哪里,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。 谁若侍奉我,我负必要尊重他。 现在我心神烦乱,我可说什么呢? 我说,父啊,救我脱离这时辰。 但正是为此,我才到了这时辰。 我说,父啊,光荣你的名罢。 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。 我以光荣了我的名,我还要光荣。 在场听见的群众,便说,这是打雷。 另有人说,是天使同他说话。 耶稣回答说,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来,而是为你们。 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, 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。 至于我,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,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。 他说这话,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而死。 于是群众回答他说,我们从法律上知道, 默西亚要传流到永远。 你怎么说,人子必须被举起呢? 这个人子是谁。 耶稣谁给他们说,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。 你们趁着还有光的时候,应该行走, 免得黑暗笼罩了你们。 哪在黑暗中行走的,不知道往哪里去。 什么时候你们还有光,应当迅从光,好成为光明之子。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,就躲开他们,隐藏去了。 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这摩多的神迹, 他们仍然不信他。 这正应验了耶稣二亚先知所说的话。 上主,有谁会相信我们的报道呢? 上主的手臂又向谁显示了出来呢? 他们不能信,因为耶稣二亚又说过。 上主使他们核了眼,使他们硬了心,免得他们眼睛看见,心里觉悟而悔改,使我自好他们。 耶稣二亚因为看见了他的光荣,所以指着他讲了这话。 是虽如此,但在首领中,仍有许多人信从了耶稣,只为了法利赛人而不敢明认,免得被逐出会堂。 因为他们喜爱世人的光荣,圣过天主的光荣。 耶稣呼喊说,信我的不是信我,而是信哪派遣我来的。 看见我的也就是看见哪派遣我来的。 我身为光荣,来到鸟世界上,使凡信我的,不留在黑暗中。 无论谁,若听我的话而不遵行,我不审判他,因为我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来,乃是为拯救世界。 拒绝我,及不接受我话的,自有审判他的。 就是我所说的话,要在末日审判他。 因为我没有凭我自己说话,而是派遣我来的父,他给我出了命,叫我该说什么,该讲什么。 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。 所以,我所讲论的,全是依照父对我所说的而讲论的。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